超大的海鸥虾啊 吃这个海鸥虾之前呢 明哥调点料 放点这个醋 然后再放点这个腊杆 浓一点 盒 给它盒上 哎呦我去 我看一会我能驾驭就了不啊 这个海鸥虾呀必须吃身啊 因为啥呢 它熟着吃吧 不好吃 吃身这肉质 我跟你说 在吃身中间它说啥呢 扛骂子 啊扛骂子 买了9只海鸥虾 花了640块钱啊 这个海鸥虾是天价的 吃这个海鸥虾是有讲用的 123从第三个关节给它掰开啊 教你们 我之前吃过一回 然后从这会儿再掰开 哎呀 虾线直接除去了 哎呦 这壳太硬了 你一加点酒一拿别扎手 你们吃的时候 这芥末我要是蘸浓一点 给它和了匀 匀一点的 哎呦我去 我看我能不能同音家物吧 哎呦我 好久都没有吃的 123 重新肠关节打开 哎呀 山线直接除去了 天家的海鸥虾 打谁吃了一流 你们算一下多钱一只合着 640块钱 哎呦我去 32厘米长 它应该顺爪的 你看大不大吧 你看明跟明跟脑子比 哎 趴我脸上来 哎呦我去吧 这小小门 今天不中用的小小门 哎呦 嗯 啊 哎呦我去吧 哎 腊根 腊根说实话 有点上头 35 扎手 腊根上筋了 不用吗 哎呦我 哎呦我 哇 哎 这个是完整的 看见没 虾肉 特别细嫩的啊 海鸥虾 是赤山中的极品的 天花板的 看 哎呦我 太空了 这辣子 都变色的 哎呦我 叫大事 确实不错呀 就是有点贵 来个小乌云吧 谢谢大伙 辣的